发现肺节节以后了 我们讲要动态观察 动态观察的目的呢 就是确认 看它的变化来确认 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如果是恶性的 它一定会往大找 良性的了 它就不变化 或者会缩小 我觉得我为什么很想 拍你这个 你做的特别好 你看都是一公分多的节节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最好的 我希望所有发现肺节节的 朋友们都做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你这个值得学习啊 你这个就是一个动态观察 我们看到你这里标记的 从12月发现了 然后又吃了药 几号又复查 每次复查的变化 非常好 这就叫做健康管理 或者叫肺节节的管理 你自己其实一看这个表 你都应该心里面有底 它不是坏的 你看一开始一公分多 一直在缩小 一直在缩小 到最后 现在只剩下这么小的摩波林营 那么在对你的这个片子 看这个去年12月份 最大的时候 这节节 看到吧 这么大白白的 然后右边 两边 左边右边各一个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看同样的位置 基本上就没有了 只是它在电脑上 可能看到 这个位置 有一个几毫米的摩波林营 它是原正 没完全消掉 所以这就体现出来 一定要动态观察 不要急得一发现 就去做手术 那你就白挨一刀 所以看这个了 确实 形态学上的 还是 你看也有什么 小毛刺了什么 但是实际上 综合看的 它就是一个炎症 那么这个节节 我们看到里面还有 还有空泡 看到吧 但实际上 它总的印象 我们看得多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炎症节节 所以你就放心吧 已经好了 感谢观看